如果人死后被抛逝野外 尸体变化过程有多可怕 死后三分钟 全身细胞停止生命活动 身体肌肉逐渐失去控制 嘴巴张开 瞳孔放大 死后一小时 血液不再流动循环 皮肤开始变得肌尾苍白 局部关节也逐渐变得僵硬 如果尸体是躺着的 血液会不断向背部臀部汇集 并在皮肤上形成紫红色的斑痕 死后三小时 尸体进一步冰冷 随着肌肉纤维的收缩 四肢关节都会被固定僵硬 与此同时 肠道残留的细菌开始繁殖 并迅速向全身扩散 进食身体的血肉和内脏 一股浓浓的臭鸡蛋味 从鼻子肛门嘴巴冒出来 这是细菌侵蚀产生的腐败气体 死后五个小时 尸体不再僵硬 并逐渐变软萎缩 于是指甲和头发 看上去变长了 其实只是尸体萎缩带来的错觉 死后24小时 大量腐败气体 聚集在身体里 有些气体从嘴巴肛门冲出 就好像尸体在打嗝放屁一样 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 到了死后48小时 尸体就会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身体变大 四肢变粗 连也肿得面目全非 这就是所谓的巨人观现象 而随着腐烂臭味的不断散发 苍蝇 臭宠 纹纹来 一边啃咬一边在尸体上产卵 密密麻麻 爬满了整具尸体 等到苍蝇 臭宠 吃饱 喝足 各种软组织已经腐烂成液体 指甲头发也从身体上脱落 最后留下脑壳和一堆白骨 沉默着宣告肉体的终结